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纳卡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的问题呢 如何跟老公表达自己的需求 这十年 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宫斗剧 尤其后宫甄嬛传 到今年应该拍了十年了 那在网路上呢 有很多盘点 那其中 你去看看那些女人 华妃 她是怎么样取得 或争取到自己的需求的 她就是对皇帝好 她全心全意的爱皇帝 知道皇帝爱吃什么 爱用什么 她就用她的爱跟对皇帝好 去表达她的需求 那皇后呢 很贤德 至少她表现得很贤德 成为皇帝的贤内助 然后得到皇帝的信任 然后去争取她的需求 那这个安玲蓉呢 她就是用她的技能 她有很多的技能 她会唱歌啊 她会跳舞啊 会宾夕 她就用她的技能 而甄嬛 你一定要注意她不同的时期哦 这种女性的蜕变 每一个时期 她都能够去争取到自己想要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女人要学会的啊 女人有女性魅力 可以施展的地方 然后可以去争取到 表达跟男人要到她想要的 这个很重要 所有的女人都要学 然后子盈呢 即将要结婚 对不对 那你要学看怎么样 可以跟男朋友老公争取 表达你要的东西 好不好 1234你选几 我选四 好你选四 我来看看 你要用哪一招 选四这张信譜卡 叫做耐心 你一定要有策略 用洗脑的方式 好什么叫策略洗脑的方式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个女性个案呢 她来做个案 有一段时间 突然间她就说 我看到别人买房子 我好想买房子 可是我老公绝对不答应 她因为房子的问题 跟她老公已经抗争了20年 他们全家 一家七口 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就是老公坚持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 然后她的房子又很小 然后她就一直争取 但是老公呢 就绝不答应 那这个时候 我就跟她说 停 你呢 应该要给老公洗脑式的策略式的提出要求 什么洗脑 就是你去说买房子这件事情 而不是去争取 去吵 去闹 你可以说 那个谁谁谁最近买房子了 我看那边的房子不错 然后老公说 你好想买房子了 不不不 好你就停 然后隔三差五的 你就说 老公 那边的房子不错 我看那谁谁谁买房子了 你只要这种 有策略式的洗脑方式呢 久而久之 老公自己就买房子了 所以这个个案 听我的建议 不到三个月 房子买了 她就洗脑了几次 突然有一天她老公就说 老婆过来 你们要签约了 呵呵呵 所以就买了房子 好 所以你们要懂的策略 洗脑的 不是说争取 一定要洗脑 这个要练啦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信符叫做和解 有可能哦 你们就是那种 哦 不用靠老公 老公没有用 跟他争取什么都没有用 好 因为你们可能已经把你们的两性关系哦 弄坏了 好 这个时候我又要建议你们了 要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 好好的来处理解决你们现在所面临的比较艰难的夫妻关系 已经不是说表达啦 争取 已经不是在这个层面上了 婚姻关系 夫妻的问题已经相对的比较挑战 比较严重 好好去聊一聊 让你去探寻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信符卡叫做月亮 哎你们会不会看人家脸色 比如说今天老公不舒服 还是老公心情不好 你们还要表达你们还要提要求 这不是很无脑吗 所以其实啊女人 你们有没有学会 看脸色 看状况 越有殷勤圆缺 那你都不会看这些变化 那你怎么提要求 怎么提表达 只要你在不对的时候 提要求 然后去表达 然后两个人就生气 因为情绪就出来了嘛 所以一定要学会哦 看一下风向 看一下人家的心情 好看他心情啊 好啊领奖金的时候 你再提出你的要求 然后你再去表达 一定会很顺利 好加油哦 好最后我们来解答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信符卡叫做太阳神经筒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 夫妻啊婚姻关系好的时候哦 你要什么都有什么 只要关系啊感情啊不好的时候 你要什么没什么 所以现在不是要求表达的时候哦 而是只要你把两个人的关系 经营得很好 有没有 你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其实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 经营好你的夫妻关系 经营好你的婚姻 经营真正真正的亲密关系 经营起来 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好不好 其实两性关系有很多元的议题可以探讨 那红豆泥抽幸福卡 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朋友提出来的自己的问题哦 那很能够给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 做一个借记或做一个思考 这是对每一个人成长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多多把这个视频呢 分享给每一个人去收看 然后每天花六分钟的时间 来刺激自己的思考 让自己会去思考幸福的人生 要怎么创造 要怎么过 红豆泥抽幸福卡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by bwd6